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 农历七月 也是本节目连续三年都有做的内容 而且 狗都来了 狼都来了 而且每一集都让大家毛骨悚然 而且我还记得第一集的时候三年前 那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还打雷 那今天有没有可能出现异象呢 下大雪 那也不对 那只是世界末日 有冤屈 六月 七月雪 现在是七月雪 好 我们今天这一集 要延续过去的传统 但是呢 该说的鬼故事都说完了 对 好像没有梗了 没梗了怎么办呢 但是 我们很厉害啊 我们要聊的就是 很多恐怖的东西 不一定跟鬼好兄弟有关啊 就是关于一些比方说 人类的一些心理层面的恐惧 所以本集啊 胆子小的就麻烦不要听啊 其实可以听啊 还是可以听啊 可以听啊 直接就叫 测验自己胆 OKOK 哪有人直接叫听众这样子 对啊 你这样子会叠 叠落神胎 叠落神胎 可以听啦 可以听可以听啦 好 记者不读书 吃完乐狗 我是小浩哥哥 我是彭泰 这是一个恐怖的节目 好 我们先要了解的就是呢 什么是恐怖恐惧 好 简单来讲 它就是感知 或是识别危险 而有一种不愉快的情绪啊 对 因为恐惧就是 人类 像是本能的一个东西吧 嗯 你们有没有 怕什么样的东西过 任何一个东西 就或是对某一个事情 或是 某种现象会感到恐惧 嗯 蛇 你怕蛇吗 我看到蛇会怕 你干嘛 偷了我的心 想这样子 那你们都怕蛇哦 我看到蛇会反感 然后不喜欢 不舒服 对 但是我喜欢蜥蜴 很诡异哦 哦 就不是说喜欢啦 就是可以接受 因为小时候呢 国中的时候 会自己养小蜥蜴 你muscle就了 没有啊 放在学校啊 因为学校有后山啊 对啊 那学校有后山的话 那刚好就是有蜥蜴 你怎么养 就放在盒子里面啊 你用绳子练它 没有啦 是小的那种蜥蜴啊 哦 那是野生啊 野生啊 是野生小蜥蜴啊 那怎么养呢 那是野生的东西 买面包虫还好 不要带去那个寿司店这样就好了 哈哈哈 跟你讲 那时候面包虫哦 有同学 搞到面包虫不小心翻出来了 哎好饿哦 超饿的 就很像蛆啊 就像蛆啊 乳洞啊 乳洞这样子啊 那超饿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我自己看到蛇 就会反感 然后再来还有会飞的蟑螂 哦 会飞的蟑螂 会飞的哦 一定是要会飞的 哦 有这种恐惧 因为那我小时候 有一次就是蟑螂跑到我脸上 你家怎么那么dirty 我不知道 以前那种社区 就是这样到处穿来穿去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突然摸摸着 我有蟑螂 我整个晚上嘛 有小夜灯 然后直接爆枪 爆枪 直接拉起来 这样就会飞耶 哇 会飞这样好像是说那种 会叫残软之类的 就超饿的 我之后没办法接受完 这我没办法接受 你说看到老鼠到还好 屁啦 屁啦 我们家也没看到老鼠 我告诉你 我前阵子被我们诊所老鼠吓到 很大只嘛 大尾的 就是我们有那种冷水壶嘛 每天都要接过滤水 加到饮水机里面 那我们有分 就是自己用的 员工用的饮水机 跟病人用的 那我就要加员工自己用的 我就去接水 然后就不一样 就很顺手拿了冷水壶 如果要去接水的时候 我伸头一看 怎么一只老鼠在里面 闹大叫尖叫 对 在瓶子里面有尖叫 然后一直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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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你们嘴好脏哦 没有 那是因为那时候在消毒 然后就是社区有贴公告说 有鼠患就是乱传 其实老鼠哦 Mickey哦 如果说你今天在某一个区域打扫 或者说有做消毒的话 会跑到另外一个区域 对 对 对啊 像我以前我家的时候吧 会有老鼠也就是因为 刚好那个隔壁区在做所谓的 消毒 他就跑来这里了 会迁徙 他就迁徙 对 然后我服务的公司单位啊 毕竟是纸本报纸啊 就吃啊 吃报纸啊 我吃纸 他好什么都咬 而且晚上的时候哦 他就会听到哦 他就开始马拉松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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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说在那个隔板上面 隔板上面 金刚架赏 对 然后他吃他的天堂你知道吗 没有东西吃没关系 但是有报纸可以吃耶 他会吃报纸 会啊 还会吃钱 所以你是钱鼠啊 就是没有啊 钞票啊 你要带回家养 对 他钱鼠 他咬钱回来给你 好 如果这样你要不要养 不要 对啊 我是可以接受老鼠啦 就是我不会赶到他不会赶我 他在那边我就哦 哈喽 对 但是我不会怕他 但你只要我真的赶他 我没什么意愿赶他 对啊 你突然你大早还没睡醒 然后接个睡看到他 你不会嫁我 这确实是蛮让人惊恐 这不管你今天这个时间点 怎么样吓到都会啊 就像你算是吓到我一样啊 我吓到你什么 你突然出现 你看心不正 那你看到老鼠就在那边笑你心正哦 哦不对啊 他本来就是一个垃圾 那你就知道你是不是什么东西啦 哦 你自己教你自己哦 哎呀 哎呀 因为那我在你心里是在那上面啊 那你可以走了 哎哟 好啦 今天怎么火腰会很臭 所以就这种恐怖的心态 欸不对啊 那你看到什么会怕 我没有怕的东西 真的假的 no fear 但是确实我以前小时候 我会怕鬼 我觉得鬼还好 就是我不知道 因为可能以前 真的是蛮小的时候 但是小时候真的是小学左右 可能有看过一些 我印象中的一些鬼片 或者说像我不是跟我说我很怕听到那个X档案的那个音乐 哦 鬼影追追追 对 或是说以前那种警示剧场啊 华视那种警示剧场啊 那个蓝色蜘蛛网啊 你既然看那种东西会怕 我觉得那时候看我觉得很怕很害怕 那彭太怕什么 刚才没讲 我刚才不是说过 你干嘛偷我的心吗 就蛇啊 还有老鼠啊 还有老鼠 没有喽 怕你啦 屁啦 会怕我嘞 而且哦 我有想到啦 我小时候很小时候也会怕 不是鬼 是怕看鬼片 恐怖片 对 尤其是林正英的 暂时停止呼吸系列 道长系列的 就是看就是假的啊 那时候并不是 那时候看觉得蛮可怕的 对啊 僵尸确实很可怕 然后我舅舅很贼 然后 等一下我打个岔 你们小学有没有流传说 今天几点 今天班晚几点几分之后 学校会出现一团的僵尸 没有啊 我们就碰过 然后我们学生还会画符 哈哈哈 你气哦 那什么会这样 对啊 先讲回来 那是我舅舅就很贼 说要带我去看电影好看的 就没想到一看这鬼片 哦 那你吓得 屁股 晚上睡不着 然后那段期间我都睡我妈 跟我 就他们的主卧里面打地铺 你这样会看到坏事啊 没有 害我他们两个 这两个月不能做坏事 哈哈哈 对啊 你刚才讲那个僵尸哦 我只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是说几点几分的时候 那个 讲公一项 坐在那边嘛 你说会动 对 那个脚会动 哦 他做骨神经做太久了 有没有 哈哈哈 或者是 今天在那个仓库 库房 哦 看到那个 讲公的眼睛会发红光 哇 对啊 呃 不要怀疑啊 有一个podcast 他的节目封面也是讲公 哈哈哈 所以啊 我是觉得 有时候是自己吓自己啊 对 自己吓自己还是 对吗 也是因为自己吓自己 所以为什么 很多人喜欢看恐怖片 又刺激啊 诶你喜欢看恐怖片 你那么爱看电影的人 我还好耶 我也还好耶 对 而且我现在越老哦 越心脏承受不了 哈哈哈 我眼睛闭上耶 这还假的 真的 臭属辣 其实我自己觉得 看恐怖片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直接把声音关掉 直接不要看就好了啦 完全不会 我刚好 恐怖片的那个 那个氛围都是用音效制造出来的 其实就很奇怪 年纪到了之后呢 反而这种东西就眼睛 就直接闭起来了 也不见为敬 所以小豪哥哥现在也不能坐云消肥车 或是那个大怒神之类的吗 只有楼梯 你儿子去年不是在那个什么 横滨 但我觉得你可能会直接做那个旋转木嘛 比较快 咖啡杯 心脏不好啦 年纪到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爱看恐怖片哦 好 这个呢 有一个学者 这个 马里亚妮 这应该是什么 什么国家的名字就对了 他有 他认为哦 有三种特征 大家会觉得恐怖片 觉得刺激恐怖 分别就是呢 制造悬念 还有制造关联 以及不写实的主义 好 基本上就是金声尖叫的系列 给你的 金声尖叫的 不是尖笑 尖笑我看过 对 可是我觉得最恐怖的 比他那系列更恐怖的是 也不是绝命终结战 是 那一年夏天谁杀了什么 有一个 I know what to do this summer 那个戏才恐怖 怎么样 他是在讲那个夏天 他们在放暑假的大学 那时候杀人 连续杀人命案 但是我觉得那个恐怖氛围 比金声尖 尖笑 不是 尖笑 还来了恐怖 之前美国不是也有连续杀人 在校园里面 这是真实的啊 对 但是它里面就是恐怖悬疑啊 不同啊 你就在那边猜来猜去 到底谁是杀人犯 我很喜欢看悬疑片 悬疑片我也觉得蛮能接受 那这种恐怖的呢 突然来个道 嘴 对啊 那个看到我会心里生病 还是别人 那种恐怖的是什么啊 刚好只是走过去门板 突然就死掉了 哦 有这种 因为刀子都戳到门板里面 直接这样 跟上司我们不一样 突然把你抓来咬 然后就 对啊 上司片也算恐怖片啊 上司片我完全不怕 我觉得上司片就是很好笑 可是它会吓你啊 对会吓是没错 对啊 但是上次我们有聊过的 我是传奇 我就觉得很闷啊 不恐怖 也不 悬疑啊 但是它让你觉得很闷啊 上司片也要看它怎么拍啦 好 比如有个上司片也很屌啊 好像是我的男友是上司啊 有这种片吗 就是上司跟女主角谈恋爱 那感觉是个B级片 很好笑 很好笑 这个戏蛮好笑的 好 再来呢 恐怖片呢 经常会通过不同的音效 声效 还有画面呢 去制造刚才讲的悬念 令观众一同体验 主角的这种逃离跟恐惧啊 另外啊 还有恐怖的地方来了 就是还有感情的色彩 有那种畏惧啊 惊吓啊 沮丧啊 煎熬啊 血腥 增加所谓的紧张程度 所以到最后呢 它会用各种恐怖的关联 串在一起 好 例如 黑色跟死亡有关嘛 历史过去拉出来说 这里曾经如何如何 对 或者是现在恐怖片会有一些 与我们生活很接近的事情 比方说跟手机 像以前那种鬼来电 鬼来电 对不对 那个跟手机有关 或是跟你现在的生活 我记得以前有个叫什么 鬼水怪谈是不是 日本的影片 还是什么 鬼水 七夜怪谈啊 不是鬼水怪谈 就是那个水 水井 打开来哦 哇 都会流一些头发还是什么的 那你觉得七夜怪谈 你会觉得恐怖吗 其实当时 我小时候看的时候 我跟我姐一起去看 吓到不行 晚上都不敢 而且我们家那时候还是 的电视 就是一样是那种 印象馆 印象馆的 真的很怕 它突然 还看露营带 东西 从里面爬出来 其实我觉得最恐怖的 就是它爬出来的那个 配也没有配乐哦 没有配乐啊 对 它就是 就是很恐怖的 让你窒息 它窗法 窒息 窒息感 就是一个瞬间凝结 对 这个氛围是非常安静 但是你整个好像被定住在那里 对 那时候真的很恐怖 后来想想 干 主角白痴 为什么不把他踹回去 对不对 把他的鼓劲 把他踹回去啊 所以啊 有时候就是自己 回去吓自己 就是因为呢 自己吓自己 所以越看越好看 越看越好看 对不对 所以恐怖片呢 就会让人家觉得 哇 好好看 就像 吃辣一样 越辣 越想吃 干 辣到绕塞了 还是 还是想吃 对不对 就是我想想搞成这样子啊 再辣 不行啊 吃一下好了 干 算是拉肚子 还是吃 对 这就是学者说 良性自虐啊 就是要喜欢做出 自己难以接受的事情 就很爽 所以 恐怖片还是有 他的广大的市场啊 好 大家都对于恐怖片 不排斥嘛 那你们觉得 恐怖片的另外一个相反的 和乐融融的 所谓的欢乐片呢 欢乐片不错啊 看得蛮轻松 舒服 愉快 所以 大家的range 都可以接受很高 除了恐怖片之外啊 也是我们人类 自己制造出来的嘛 还有一些实验 也是我们人类 搞出来的啊 讲到这个实验啊 突然想到 有一部恐怖片 就跟这个实验有关系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 什么 人行蜈蚣 啊 有啊 后来还有人行海象 我没有聊过啊 对啊 之前就是 他是把那个头 一个头 两个头 然后就是直接连在一起啊 嘴巴跟肛门缝在一起 缝在一起啊 就是要做实验啊 他就是要前面的那一个 吃了东西之后 拉到后面的那一个 人的body里面 恐怖片嘛 那怎么讲我们算是聊的啊 汗泥把也是啊 对不对 把头盖骨掀开来 然后把那个 其中一个主角嘛 对不对 然后把他的脑呢 部分的东西夹起来 然后煎啊 喂他吃啊 是 你没有看啊 没有看 他都不看这种片的 人魔嘛 对 人魔 对啊 所以他每次讲说 他恐怖片可以接受 其实真的叫他看 他也不看 逼我看我还是可以啊 但是要我主动去看 我不会看 对 好 恐怖的实验有哪一些啊 除了蜈蚣之外 其实早早的有人就做 双头狗实验 1959年啊 苏联外科医生啊 戴米科夫 进行双头狗实验啊 你只有一颗头 他就将一个呢 成年的德国牧羊犬呢 再接哦 他的头哦 对啊 不是 他的body 再去接 另外一个小只的狗的头 那第二个头呢 可以舔食牛奶 甚至呢 不需要进食到其他的食物 牛奶呢 则通过不连贯的食管 留下脖子 尽管最后两个狗 都因为身体排斥 在四天之后死亡 但没有阻止这个 变态外科医师的实验啊 接下来的15年呢 他总共进行了20次这样的实验 终于在1968年 成功创造了一个双头狗 而且存活了38天之久哦 最后两只狗呢 死后被做成标本 放到拉脱维亚里面的一个 医学博物馆 好可怕 你看你多幸福啊 你有多一只头啊 他要制造双头狗 那双头蛇就不用了 之前应该有新闻 有啊 双头蛇有啊 但双头蛇那应该是 原本的基因 原本基因啊 那本来就是有的 所以有人说 他怎么不去创改他的基因 那个年代应该难啊 当时的技术还没有到吧 你懂吧 这个叫做土炮 对对对 这个叫土炮 对 土炮链钢 然后你说基因呢 那是属于高端人才 对 现在才可能的 所以是蛮变态的 那他干脆用个人跟狗吧 弄在一起好了 人跟狗 人跟狗 你跟我练好了 会排斥会排斥 浩呆 没办法 好 再来看了 不睡觉的实验啊 1940年代哦 又是苏联 我觉得苏联真的很无聊 虽然很变态 对啊 而且我们现在讲那个 你刚才讲那个 蜈蚣 人型 蜈蚣 好像也是苏联的 对对 苏联外科医师 真的是不知道在干什么 好 那这边是科学家 他呢 就决定用长期哦 剥夺人类睡眠 会造成怎么样的结果 于是军方配合政府哦 就是开始找了五个 从监狱的哦 就囚犯 跟人型无共一样吧 对啊 怎么一样 他是不是这个改的吗 哦 并且承诺他们 未来30天哦 不睡觉 就释放 诶 如果是你要不要 当然拼啊 对不对 对啊 如果终身监禁呢 嗯 那就拼了 30天 30天而已 就拼了嘛 对不对 大本来不睡觉 不可能 军方会把你喂包包 哈哈哈哈 然后叫你撑住 你绝对撑不住啊 立马的破功 哈哈哈哈 所以啊 哦 没错 就是因为有这个实验 后面很多恐怖片 就拿来做 可能说 为了要让你们能够 重获自由 就play这个游戏啦 好 我们看这个实验 到底后面会如何啊 一开始前三天呢 哦 哦 这五个人就很正常啊 互动啊 打发时间啊 不过到了第四天呢 就有奇妙的一种变化呢 那就会啊 开始有人会精神悲伤 还有人会愤怒 因为没睡觉 一定是愤怒啊 就连聊天的话题呢 突然就开始聊 那时候应该是 一战二战的年代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有什么样的创伤 第六天就轮流在 麦克风的面前 有的没的 哦 似乎有点那种幻听幻觉 到了第九天 一切都失控啦 其中一个受试者呢 不断在房间 尖叫来回奔跑 持续三个小时哦 直到他的声带受损 哦 另外还有人呢 不断敲打房内的声音哦 然后研究人员呢 就开始打破了 不语哦 就是实验者交流 因为那时候就把他放在那边 哦 然后 规定呢 要以对讲机宣布 技术人员呢 要进入实验室里面 进行麦克风的测试 所有呢 实验者必须远离出口 趴在地上 唯利者呢 就开始枪毙咯 意思就是说 好 你们给我乱七八糟 我就枪毙了 之后 每一个人呢 就开始更崩溃的 直接说 我不要自由了 哇 诶 这个还蛮屌的 而且前阵子我有看到 日本也有这个比赛 不睡觉比赛 对 好像之前呱吉好像也有吧 诶 你可以多久不睡觉啊 一天而已啊 不可能 他绝对不可能 一天而已 最多一天 而且他睡三天 一天没睡补三天 怎么可能 对啊 之前前阵子有啊 看到呱吉跟那什么 宜德利他们的那个业配啊 坐在他们的沙发 还是说什么很舒服啊 不准睡觉啊 哦 诶 蛮有意思 对啊 然后在那个半夜啊 就在半夜开始做比赛啊 然后大家就开始崩溃 看着最后一个撑到最后啊 对啊 但是说真的 这个很残酷耶 对不对 那不然我们改天试试看看 录音24小时不睡觉不中断 不可能 不可能啦 当然不可能啊 记忆卡会爆掉啊 哈哈哈哈 这边来讲呢 有一些人就开始说 他不要自由了啦 有一些在15天 已经拼到15天哦 就开始说要兴奋剂啊 新鲜空气啊 基本上弄到大家都失败了 就代表这个 这个恐怖实验 是一个没办法 真的是人类一定要睡觉 还有双胞胎的实验 纳粹哦 大家也知道 在二次大战 喜欢拿犹太人来当作实验组啊 不对 还有实验跟对照一起用 然后 没错 他就是针对了哦 犹太人 包括大人小孩哦 还有吉普赛人哦 还有苏联的战俘哦 以及德国的残疾人士哦 开始啊 做所谓的各种可怕的实验 然后这个实验呢 简单来讲 它是人与人的连结 两个body连在一起 连体因 连体因 他希望能够看 有没有可能 两个不同的基因 因为这样子而在一起 这个实验呢 不用想也知道 是完全失败 主要还是要折磨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 器官本来就是有排斥 捐血都会了 对啊 以那个年代 其实医学也早知道 这个呢 就是一个恐怖 故意针对这种特殊种族 所做出来的残酷实验啊 我们来看呢 还有的就是 电极尸体实验啊 这应该就是 要你电极电到 看会不会回魂啊 18世纪末呢 到19世纪初 很多科学家 开始研究电极疗法 用脉冲电流来刺激肌肉 看他可不可以 就直接死而复生啊 然后呢 有个科学家呢 叫做尔德里 曾经在观众面前呢 对一个被处于死刑谋杀犯的 尸体做实验 他用一根呢 电棒通到这个人的直肠 就等于说从屁眼 捅进去 接着就给他灌电啊 这个死刑犯的腿 就开始乱踢乱颤 然后呢 在电极棒上面 放到脸的时候呢 哇 死者的脸开始颤抖 左眼开始展开啊 然后呢 现场的一些观众 就看到起死回生啊 所以急救 在你欧卡的时候 会用到电极 合理的电极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电极到说 你的眼睛都张开 那个是物理的反应而已 这应该是肌肉的 肌肉的反应 抽搐或者怎么样 对 因为他人已经死了嘛 其实不太可能再活 那个已经死了 可能一阵子了 或是刚才枪决 心脏也停了 好啦 有可能这样子他就行啦 但是基本上不可能 你看怎么可能通进去 他立刻 大家都不会死了嘛 所以啊 这个实验呢 就造就了 在1816年的 科学怪人 小说的灵感 哦 越来越夸张了哦 还有细菌战的实验啊 我们的COBE不是也是吗 对啊 人家讲说这是 阴谋论者是要说的 从对岸武汉的某个实验室 对不对 不小心泄露出来 哦 对啊 这就到现在目前还有 对 大家还是问号 到底他从哪里来 毕竟SARS会知道 那时候是从什么蝙蝠 还是什么 爬群类的嘛 那边转过来嘛 但是呢 好像COBE到现在是什么 大家还是一个问号啊 但是这个呢 细菌实验战 可以说是 特条 是一个日本的 所谓的生物学家 石井四郎啊 他在1932年 开始呢 为日本做细菌战的研究 等于说用细菌 去打仗啊 所以呢 在1936年哦 他就组建了一个 731 为什么731 731部队这个 在历史上很有名 我怎么不太知道 这个事情 我告诉你 有部电影 就是在讲731部队 我只知道831而已 不是831 是731 你就去找黑太阳 731 所以他就是 打细菌战就对了 对 然后去制造很多 很变态的实验 他抓中国人 那是在东北 抓中国人去做实验 所以他在哈尔滨 建了一个超大的实验室 相当等于 有150座的建筑物 6000多平方公里 全部都是实验室啊 然后呢 这个科学家哦 他可以说是哦 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情啊 除了解剖 甚至呢 把囚犯截肢 再装到其他人身上 他解剖是活体解剖 他活体解剖哦 他是真的是哦 他是搞 这是所谓的活体研究 我儿子还没有 我儿子直接拿那个 大体老师 就泡了 不同 对对 那这个直接就是给你搞 活体研究的 所以他也是呢 开始就 把各种的毒哦 也直接丢进去啦 甚至哦 好 男生和女生也注入梅毒 哦 让大家能够全部都临病 就看一下说 得了这些病 会有发生出什么样的症状 跟后遗症 结果 好 他就在1959年啊 最后也是一样啊 死于 就是啊 咽喉癌啊 活该 这应该是活该吧 嗯 对啊 这很恐怖耶 而且 啊 你这样讲 我那时候有一些史料 我不知道他是731部队 他们那时候确实是 拿了很多的 所谓就是 中国 所有相关可能从哪里啊 的俘虏 直接做这个事情 但是呢 近期中国也出现一个 很屌的事情啊 你们知道吗 买body 买死人的body 然后把它截肢 把它做成骨头之后 有那个 刚好可以做医学用 等于说 拿死人骨头啊 血狼骨头啊 对 然后装在 你要的膝 可能膝盖那种骨粉的 哦 等于说他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有一些人是被 蒙在骨里 因为他火化的时候 就把它做body的 就是把它移到哪里去 好像有听说 对啊 对 这真的是用真人 就是你吃骨粉的时候 有可能是吸人骨头的骨头 我以前听说过 还有一种 假发 嗯 有些不肖厂商做的假发 是用死人的头发去做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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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那种 因为有些虽然是说 标榜是真发 他可能是 比方说像 有些人头发很多 很长 他去把这头发拿去捐 但是不肖业者是拿那个 死人的头发 嗯 他也是真发 只是他死掉了 死掉了头发 带他头上就 怪怪的啊 但是中国那个就是哦 上千个body耶 而且是一个供应链 产值破数 就卖给你 我死掉 就卖给那一家公司 有时候被卖 你也不知道啊 或是非法的吧 他是非法的 所以有一些哦 他可能火化的骨骸哦 竟然不是自己的亲人哦 够的 有可能啊 反正你都烧成 都烧成这样子啊 看不出来 你烧完他顶后只剩下一些 比较坚硬的骨头 你也不太知道啊 对啊 就像我母亲那时候过世烧完 我只看到剩下那些 可是其他你也不知道 它是什么啊 有一些所谓的就是 亲属 反而会希望说 你帮我磨成粉好了 哇 那就根本不知道啦 所以你真的是什么狗啊 牛啊 猪啊 谁知道 但是真正的哦 那个body就不见了 而且残忍的是 他有一些是在医院 就直接截肢耶 把尸体截肢 因为你不可能 整个那么大袋的 这样一个人出去啊 一个尸体出去啊 对不对 一个大体出去不可能嘛 你一定要截肢啊 对不对 手放一边啊 脚放一边啊 对不对 头放一边啊 然后再做 七七四十九天的熬制 变成骨粉 所以对他也是很厉害啊 这个基本上在现在啊 中国开始要严抓这件事情啊 说真的真的该死 不该是做这种事情 做这种事情基本上呢 不是下地狱的问题啊 再来看的是人缘合一 又是搞这种 对不对 人缘合一 不用看了 俄国人对不对 没错 苏联的生物学家 干 为什么都是这样啊 他进行人类与灵长类动物的杂交实验 杂交 怎么杂啊 反正他就是用人类精子啊 让那个黑猩猩 受精怀孕 但是后来失败啊 所以后来他反过来啊 他用人类志愿者接受那个猩猩的精益嘛 但是一定没有成功嘛 不可能啊 不舒服 没有啊 就像有A片啊 欧美A片给那个马干啊 我知道这种人瘦的 人瘦的你也不可能啊 你顶多 你可能就是会 会得情流感 或者说 不可能啊 狂犬病之类的 狂犬病的啊 这个超恶心的 不行不行 还有口疾的实验 这个是在美国 哇 终于换到美国了 这个爱荷华州的 Wendell Johnson这个教授啊 他在1939年呢 对于22个孤儿 进行口疾实验 他将他们呢 分成两组 一个呢 是接受肯定性的语言矫正 就是鼓励他不要口疾 另外一个呢 就是否定性的 就是矫正 不断就说 不能口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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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美人心 你去口疾啊 可是那次呢 要如何如何 好像不是 不是这样 他意思是说 这22名顾问 都是正常的 只是一半的是 接受肯定性 一半的是说 你就是个结巴 啊 用这种方式哦 对 这样很贼耶 这样不就是强迫你说 我不是 还被说我是 对 所以结果后来接受 否定的这些 语言矫正的小孩 长大后 真的变口疾了 这个是 哇哦 这是认知作战 对不对 这是认知作战的一环 他终生就拥有 这个语言的障碍 哦 那刚刚听完这些 恐怖的实验 那有一些恐怖的 冷知识 恐怖又冷知识 恐怖又很小众 冷知识 可以让大家 算是增长见闻一下 我有一个恐怖的冷知识 你先说好 我看 听听看 碰太生气的时候 会怎么样 会吓到 什么啊 这个只有冷 这个不算知识 好 第一个 你在电视节目上 会听到那种 罐头的笑声 其实这些都是 五六零年代录制的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 其实是 死人的笑声 所以是这种 笑太久了吧 有可能 对啊 是没错 笑蛮久的 对 这合理合理哦 好 接下来这个 太阳也许 其实已经爆炸了 但是 八分钟后 我们才知道 这合理啊 对啊 但是 它现在没有爆炸啊 对 现在你看不到嘛 对啊 百分之四十的客机驾驶 承认自己曾在飞行中打瞌睡 这确实 这有 因为有自动驾驶 因为有自动驾驶 还有副机长 对 那你知道吗 有时候呢 正机师跟副机师吃的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不一样吧 因为绕帅 它会绕帅啊 如果全绕帅怎么办 对 如果全绕帅怎么办 找柯南来开了 哈哈哈 飞机直接也绕帅了 哇 真的绕帅 狗狗啊 他为什么喜欢那种 咬下去会有发生那种 叽叽声的这种玩具 对 你们是不是最近给他买一个这样的玩具 他很多啊 他很多 他喜欢这一种 你知道 确实 他回家哦 他现在哦 直接第一件事情除了尿尿之外 就开始把他的玩具哦 一个一个放好 在沙发上 排耶 排好耶 然后就跳上来 一副就看他玩具的样子 但是 每个玩具都会 叽叽叫 好 为什么会叽叽叫 那是因为 鸡叫可以触动他们的远古本能 让他们响起 猎物的 错气声 哦 那种挣扎 的声音 他们会有快感 哦 没错 所以狗就喜欢 他会很开心 一直咬 然后那个 咬的时候在那边叫的声音 他还会甩头 对 哈哈哈 他的野性 哇 你是野狗 哈哈哈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是 15%的 这孤儿会在18岁前自杀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就是 失去了一些 比方说家庭给他的一些照顾 或是一些爱吧 哦 再来还有 19世纪的这个 英国若自杀未遂的话 哦 会直接被冠上杀人未遂的罪名 等于说我自杀没成功 我反而变成杀人 这个意思 没错 下场就直接判处绞刑啊 好惨哦 你没死成功 政府帮你死 所以代表你在英国一定要自杀成功 你绝对不可以不成功 对 没错 最后一个跟动物有关的是 若一同熊狮啊 就公狮 他夺权成为这群狮子的领袖的时候 会把原有的小狮子全部咬死 啊 你就跟那个狮子王的概念一样 去星巴嘛 对啊 对啊 对 所以狮子王是真的呢 是真的 好 那我们听完这些就是属于 关于恐怖的知识好了 嗯 我们还有一种恐 就是现在人很常遇到的 什么恐 色恐 色恐 没错 哦 你应该是没有色恐啦 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色恐 对 前阵子我跟我跟好朋友在聊 因为他儿子考到建中 聊 读书 好 还是读书不好 他觉得他儿子是糊里糊涂 很会读书 不小心考到 真的太 真的太让瑞莎生气了 好不好 这个发言不太OK 没有 他真的没有在管 但是他跟我一样会觉得担心的是说 现在小孩子要学的是 怎么不色恐 哦 学会社交 要学会社交 什么都要聊啊 什么都会聊啊 对不对 要像小豪哥哥一样啊 什么东西都会聊 但是你要对语错都没关系 但是你要试着会聊 试着跟人家做朋友啊 会担心这样子 因为现在呢 太多小孩呢 就是网络的关系 手机的关系 就会封闭在自己的圈圈里 所以就会变成 让人家觉得有说 哎呦 现在的小孩子怎么有一种 不太理你的感觉 你会觉得他会不会 未来 怎么会人打交道啊 对啊 就像我说 赶快去把妹一样啊 把妹很重要啊 对不对 他晚一给你带出一个85 你要大工了怎么办 上船戴他套 下船脱他套 来不及 洗个热水澡 安全又可靠 那就不要射到里面嘛 有的时候是很难讲嘛 动不掉 是不是 他问你们男人我不知道 只要问问你们女人 怎么会让男人这么的愉悦啊 讲多了等一下 我们其实 接下来是要让大家跟上司里讲 有点像那些心理测验 哦哟来了 我最喜欢的 就是看你有没有色恐 这没有答案吧 这有分男女吗 没有 没有分男女 好 大家可以听一下 然后记一下你选的选项 第一题 当你遇到陌生人的时候 你会如何做呢 A 主动跟对方打招呼 B 保持距离观察对方 C 不理会对方 赶快逃走 B 那彭泰勒 他没有选择吗 我有所谓的选择是看这人的长相 比如说他长着 就是一副那种失觉失调的人 而且这个人他到底 跟我有什么样的 进阶或止血关系 这也是很重要哦 就遇到一个陌生人吗 或是一个正常人 他从那边走过去 我为什么 对啊 比方说好 你去超商 买个东西 那个人就站在你旁边 你说以这样来看 对啊 要看男女啦 正妹的话我是B啦 如果说不是正妹 或是说一般的话 那可能就是C啦 陶智夭夭啊 没问题 因为你感觉怪怪的嘛 怎么会这样 对啊 好 那第二题接续 当面对紧张或压力的状况的时候 你会如何做 A 表现出自信和冷静 B 感到紧张 但还能够应对 C的话是 容易失去自制力 B吧 我也是B啦 A 有点太变态了 有点太变态了 第三题 和朋友或同事交流的时候 你会如何做 A 听取对方的观点 表达自己想法 B 比较不会说话 但是也不会太给别人 太多机会发言 C 是完全不愿意跟人交流 A B 好 那我们就继续 大家记下自己的答案 我又继续往下念 好 第四题 当认为对方做错事情 你会如何做 A 直接告诉对方 B 暂时忍耐 等到适当时机再提醒对方 C 是选择不表达意见 B A吧 第五个 在新的社交场合 一个 你完全 第一次参加的场合 你会如何做 A 主动和陌生人聊天 认识更多人 B 与自己熟悉的人 看到有熟悉的人 跟他待在一起 C是 你不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应该是B再转到A B转到A 就在那边装熟就对了 你先跟你熟的 和在一起 那一定也有我熟的人 会进来到我 另外一个朋友的这边来 等于说是不断扩大 但是我不会参加一个 完全没有认识的人 我很少碰到说 我去一个场子是 完全不认识的 那我干嘛去那里啊 没有就是 增广借文啊 交新朋友 你说那BNI啊 去那种鞋 那种人家就介绍进来 然后坐在那边 你是什么老板 小心哦 他有小弟在哦 这个我就没办法啦 就是至少要有人认识带的 我才会去参加这个活动 那如果不认识 除非是因为工作关系 逼不得已 哦 这个回答还不错 好 接下来第六题 与他人沟通的时候会如何做 A 尽量理解对方观点 B 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不考虑他人感受 C 不太注意对方要说什么 正常A啊 屁啦 我觉得你是B耶 屁啦 又是对你啦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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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看人就对了 对啊 哦 好 第七个 当你 他没有回啊 他是B 这个我们可以记在心里嘛 我们最后再一起公布这个 嗯 我先忘记了 第七个 如果你想跟某人建立好良好 人际关系的时候会怎么做 A 主动与对方交流 试着了解对方 B 与他参加共同的活动或聚会 C 完全不知道如何开始 B B 这招是绝招 哎呦 B 妹 也要用这一招 你看 他永远就想要选 想到B 妹 B 妹就是啊 或是说你今天要去 有目的性的认识人 一定是吵B 啊 就是假装巧遇 对 哎呀 这太假了 好巧啊 好巧啊 你也来B&A啊 你也来B&I啊 好假啊 就是 不是好假啊 你今天为了要打入那个 社交当中 哦 又要讲这个戏啊 三十而已 是不是啊 为了要打入那些 有钱人的贵妇圈 让他的小孩能够读那个 贵妇贵族学校 那也是必须要的啊 对不对 怎么样也要拿个同款包啊 是啊 对不对 啊 所以B是最终极啊 好 最后一个是 当面对困难或冲突时 会如何做 A 寻求他人的帮助或建议 B 尝试独自解决问题 C的话就是 放弃或逃避问题 我会选B 我会选B 我会去Google 我尝试独自解决问题 先独自解决看可不可以 就是试着解决 但是不是要把它解决完毕 哎 你现在慢慢试着 可能有点成功了 好 那就等下做下去 试着又人不行了 再转到A 哦 了解 对 这样子不会丢脸啦 滚动式调整啦 没有式调整啦 哎呀 就是用这种方式啊 好 那我们刚刚听完这八题的题目之后 你可以想一下你刚刚的答案 如果你A选项比较多的人 代表你是个相对主动且开放的人 比较愿意参加一些新的社交场合 而且听取他人的观点 所以算是有比较好社交能力 那选项B比较多的人是 你比较属于保持冷静跟观察 不会马上做出反应的人 但是交流的时候呢 也可以能会是倾向多先聆听 然后再去有一些表达自己的意见 就属于中等的 那C的话就是缺乏自行 不善与共同 所以刚刚大部分这种C选项都是 比较多逃避啊 或感到孤单啊 或者说不去参加这样的聚会啊 或是减少人与人的交流 那我都是B耶 都是B的话就是 还算是有中等的社交能力啦 啊 不准啊 我社交能力很强耶 哎呦 哎呀 不准啊 这只是一个成熟的感觉 是B啦 如果年纪轻的话可能都是A啦 没错 简单来讲是这样啊 对啊 要内敛一点 不要一次让人家看光 你所有的一切啊 除了像射孔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在医学上面 一些特殊的恐惧症 你有没有遇过就是 会害怕一些特殊东西的人 比方说我有遇过 非常害怕红萝卜的人 他对红萝卜有恐惧 香菜 香菜 感觉是讨厌比恐惧更多 就讨厌香菜这个味道嘛 嗯 但是你给大家现在看到 有香菜饼干 那个啊 就是那个模范生饼 全心饼啊 出香菜口味耶 超好吃的 这样子好像要业配了 这好吃耶 对啊 我是喜欢香菜的 但是有周边的朋友 这是我女儿 痛恨香菜到极致 对 还有葱 哇 很会挑哦 对啊 意思把他挑出来 姜也是一样哦 所以他很痛恨吃粥 你给他大全配进去 他整个会崩溃 哇 真的会崩溃 他会把你一个个挑起来 所以只能吃青粥一碗就对了 就讲过了嘛 对不对 皮蛋瘦肉粥 不要皮蛋 不要瘦肉 好 那我们来听听看 有哪一些特殊的恐惧症 比方说第一个 香蕉恐惧症 无法忍受与香蕉共处一事 听起来很滑稽 对不对 其实真的有这个案例 英国有一位21岁的女性患者 从出生以来就很怕香蕉 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 她哥哥小时候 把香蕉藏到她的这个被窝里面 然后突然感觉到一种 黏黏软软的东西 却从此对香蕉产生恐惧 哇 那她应该要去找一下 姐夫啊 硬硬张张的 求证她 不喜欢软烂的 对 软烂的嘛 当然是哪个女孩子喜欢软烂 帮她你喜欢软烂吗 不想讲话 不想回答 应该我OK啦 对啦 所以才两个小孩 为什么你一直要 要在节目一直要渲染的 就是你很好 你很大 你很OK 你会硬什么 对不对 因为现在只能出一张嘴 不行 她已经连续要挺嫉妒我潮了啦 所以有香蕉恐惧症的 我真的是建议啦 找找姐夫啦 对啊 好 那第二个 这个恐惧症就难了 厕所恐惧症 厕所恐惧症 你恐惧她 你不要尿尿了 为什么 这也是一个 算是恐惧协会提出来 就是说厕所恐惧症是 使用厕所遇到各种障碍的统称 比方说 因为怕厕所 离就是她向的地方太远 或是不敢使用公共厕所 或者怕上厕所的时候 被偷窥会窃听的状况 窃听 喵喵太大声 大便太大声 听这个水声吧 那个 落雨神 听雨萱 滴滴滴滴滴滴滴 阿伯 你这不行哦 滴滴了哦 像这个厕所恐惧症 曾经就有一位 英国16岁少女 有患上这个恐惧症 她不敢使用马桶 所以她都没有排便 最后因为长达两个月 没有便便 我有听过 最后因为什么 反正压迫到一些 压迫到她的内障器官 最后就挂了嘛 对 而且我儿子也有啊 甚至我们聊过啊 她对那个 免治马桶有恐惧症啊 现在不会了 好不好 小时候没那么高级 突然到了那么高级的地方 都会吓死 突然一个水会喷出 伸出一个东西 她就是靠近马桶 马桶自己起立 然后自己打开 然后她就不敢在上面 所以呢 她在日本的时候 就直接上次聊过嘛 我们就只好把饭店的那个垃圾桶 再加上塑胶袋 请她坐在上面 接下来还有一个是 衣服恐惧症 害怕紧身衣或是特定衣物 哎哟 那就不要穿了 李小龙那种 你都想要女的不是很好 对不对 那就不要穿啊 没有啊 这是一个在21岁的一个中国艺男 他是个军人 他其实没有一些精神病史 也没有参加过就是一些什么 正式的军事活动 但是呢 他只要一穿上军服 就是那个当兵的服装 他就开始产生 心悸 雄门 精卵的症状 哦 我想到了 以前哦 有个新闻 就是老兵阿伯 他呢 一年四季 都不穿衣服 裸体 那个竹林七贤 是不是 完全不穿衣服 以天地为一 直接只穿裤子而已 不管多冷 寒流 你就输给那个阿伯 还穿衣服 你看看 寒流 人家不穿衣服 谁寒流不穿衣服 是他有问题吧 代表他身体好 我觉得他是对医务恐惧症吧 有可能啊 对啊 所以他就觉得不穿衣服 然后跟人家讲说 这对身体很好 好 接下来这个 我感觉可能有 花生降恐惧症 它是厌恶一种粘牙感 这是在2008年 发表一篇文章 医学文章里有讲到 花生降恐惧症 患有花生降恐惧症的人 并不是害怕食物本身 是害怕那种粘牙的感觉 因为他确实如果打得浓稠 会粘牙 而且会 会 嗝嗝到是卡猴的 会让你觉得 呃 你快要窒息这样子 像那种sneaker那种 对 超粘的 你吃麦芽糖也是一样啊 不一样啊 麦芽糖你还会知道 它是粘的 但是花生降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滑嫩的 就类似 可能有一些很 就巧克力酱的概念啊 这个酱好烦哦 化成酱 对啊 化成酱好烦哦 但是这种恐惧症很奇怪 还好啦 那只是口感问题啊 要不然我也有一个恐惧症 你知道吗 就是指甲刮黑板恐惧症 哇 那个声音我也不喜欢 连那个触感我都不行 哇 触感我也不行 听到我就觉得 我们这样起金瓶疙瘩 很恶心 还有更恶心的 你拿指甲去抠粉笔 指甲抠粉笔 好像还好 你这样抠下来跟那个一样啊 我觉得刮那种 黑板声音真的太噁了 就像没有声音 你那个感觉 哇 那个很不舒服 对 这个好像大部分人 看到只有这种恐惧症 还有一个蛮特殊的恐惧症 叫长词恐惧症 看到太长的字词会崩溃 比方说这个专有名词 字很多的时候 它会崩溃 会感到尴尬 或身体感觉不舒服 那这样字母哥怎么办 就很不舒服啊 就只能叫它字母哥啊 不能把它名字拼出来 最后一个是 肚脐恐惧症 挖肚脐是不是 不是 她无法观看或触摸肚脐 有一个女性就患有肚脐恐惧症 她会怎么样呢 就是看到别人的肚脐的时候 会感到身体不适 或者说看到肚脐 啊 你要跟我结婚 蛤 你们不知道有一个 哦 我知道以前有一个 熟悉词的啊 对不对 看到肚脐 啊 你就要跟我讲 伟小宝 对对对 想起来了 看到的是谁 秋竹珍是不是 看到他的肚脐 啊 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对 因为以前的古代人 可能比较保守嘛 看到肚脐 可能就是算是看到很多了嘛 说不定看到胸部 他比较看肚脐 他反而要 哈哈哈哈 那我们在网上 收集一些 大家在这个世界上 觉得可怕的事情 就有发出了一个 特别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 世界上最可怕的六件事情 哦 哪六件事情 第一件 得罪天蝎座 哈哈哈哈 没想到吧 一话风一转 直接就讲到星座了 又来了 哦 星座又来了 对 最可怕的六件事情 第一个 得罪天蝎座 哦 因为觉得说 哦 很爱报复嘛 嗯 这个报复之心 天蝎座是不会忘记的 第二个是 欺负狮子座 我不行啊 上礼拜我们有聊过的啊 你敢欺负吗 这个肯定不行啊 不行啊 你会被咬死啊 是 第三个是 爱上水瓶座啊 诶 对 因为水瓶座就是 不论你有什么招数 在他身上都不管用 就是冷冷的啊 就是没有达到 他的这个点的话 嗯 就是 什么方法都不会有用 水瓶座 如果说是当朋友的话呢 说真的 他好玩的时候很好玩 很跳痛啦 对 不好玩的时候 这他妈还真的不好玩 就是 他有在外星欸 你知道吗 就跟你想法 那个频率跟那个频率 频率不一样 完全是平行的 第四个是 抛弃巨蟹座 哦 为什么呢 是因为巨蟹座 它其实是怎么讲 为你付出很多 你失去了巨蟹座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 少了很多好处 要看 准吗 准吗 我认识的巨蟹座 有一些女孩子是这样 但是巨蟹座的男孩子 我认识的都还蛮花的 确实以前我们有讲过嘛 花心的一个星座 就是巨蟹座 嗯 巨蟹男嘛 对 所以这要分男女啦 嗯 第五个是 对象是双子座 他接手过 上礼拜已经有聊了啦 对 爱上一个人格分裂的患者 有AP形 哈哈哈哈 哦 变来变去 哦 上礼拜讲的啊 对不对 立刻起脾气这样 闹起来之后 立刻把门车打开来 车门也不给你关 哇 直接下车 直接下车 哦 怎么把门拉回来 哈 这次上礼拜我分享过了 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讲 双子 我有双子孔剧阵 哈哈哈哈 最后一个可怕的事就是 你是天秤座 我们两个都是 我们都可以坐 对啊 你也是 我不是啊 他不是啊 那你是天秤的尾巴 天蝎的头 为什么会这样说 就是说 有人会说 你有没有发现 天秤座很怪吗 水瓶座是怪在外面 天秤座是怪在内在 它很难被取悦 又很叛逆 难以理解 但是在外的包装 又很和善 但是说记仇的话 天蝎跟天秤的记仇程度 又差不多 有时候天蝎可能忘记了 天秤却还记得 他标准 而且只要有一点不平衡感 就会觉得很讨厌 所以你才讲 你就不是天秤座就对了 我刚会撇清 哈哈哈哈 对对 真的 他超会记仇的 他果然是记账的 本公司工作室会计 果然厉害 科匹应该找他的 哇 对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喂 喂 对 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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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 有没有什么东西 其实比鬼还可怕 就刚刚也是 接续上面的 刚刚那个主题下来 就说 很多恐怖的事情 有没有比鬼还可怕的东西呢 人下人啊 人下人 没有错 其实最多的网友 说什么东西最恐怖 其实 人心 对 对啊 就是人下人 或是人心难捉摸啊 真的 对 你们有遇过这种 心思的人吗 有啊 彭太 哈哈哈哈 没有 我们讲说 别入了 陌生 不能说陌生人 跟你比较没有关系 应该说只有认识 嗯 但是可能会因为一些 比如说厉害关系 有那种真的是 哇 心机 臣服极深的那种人 嗯 常常有啊 这社会上不是很多这种人 对啊 就会 收集一些 你过去做的事情 突然 找了一个十点点 然后把他拿出来 痛急 哇 就翻车了 你就翻了 对 你就事故了 那当然啊 我们在公司 也会常碰到 有一些老板啊 对不对 他的人设可能 啊 跟你们好来好去啊 但是不小心 踩到他的点 或是说 让他在 他的老板面前 丢脸的时候 你会突然变战犯啊 哇 对不对 这也才恐怖啊 谁知道你前一天 还是快快乐乐的 可能当个主管 或是快快乐乐的 当个top sales 或是快快乐乐的呢 就是里面啊 做一个快乐小螺丝丁 谁知道第二天就变战犯啊 突然整个 嗯 大翻转 然后你要跟老板讲 老板还不理你 那这时候怎么办 你就只好摸摸鼻子了 吃大便 对啊 认清这种人了 对不对 半军如半虎 不如不要理他了 因为他也是来领公司的薪水 那我也领我公司的薪水 反正就是这样了 记得可以开启你的事业 第二春啊 哇 所以人心确实蛮恐怖 那除了人心之外呢 还有很多人提到就是 没有钱的时候 最恐怖 这个也很恐怖啊 你知道吗 什么鬼最恐怖 穷鬼 答对了 穷鬼最恐怖啊 好 今天就是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来分享 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啊 其实还有个最恐怖的事情 是什么你知道吗 前妻最恐怖啊 前妻 前女友 前女友 前妻 前男友 前夫 最可怕 怎么说 因为你们觉得可怕 你们才离婚啊 恐怖情人 恐怖情人啊 你们才会分手啊 好 今天就是我们节目了 就是每三年一次的 中原季啊 中原的一个方式 大家回顾一下 希望大家今天 喜欢我们的节目了 喜欢就给我听十遍 一百遍哦 OK 多听 就可以多平安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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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